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用就不是太明显 特别的不利 那我做的更多的怎么样呢 一般的一个家里面五口人 夫妻俩 先生太太 一儿一女 还有一个老人 再加一个工人 六个房 这六个人主要是先生出去挣钱 太太是全职的照顾孩子 孩子是上学的 家里的老人呢 妈妈呢 她是家里面也要老的 也不挣钱的 保姆呢 是花钱的 你看这六个人啊 只有你自己挣钱 其他五个人都不挣钱 那这五个人不挣钱就不需要财运 对吧 不挣钱都不需要财运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六个人 把其他五个人的财运 集中到自己一个人身上来 财运呢 不占三分 财运呢 就百分之九十 家里的风水运呢 就不挣三分 而是百分之九十忘财 忘谁的财 六个人 忘我一个人的财 其他五个人不需要忘财 哪怕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太太 出去打麻将 老是输 打个麻将去输 又能输多少钱 对吧 玩的小一点 也就是几百块钱这个样子 娱乐一下而已吧 那个保姆出去打麻将也是赔钱 那个保姆打麻将赔钱 和你有什么关系 孩子呢 都是上学的 他又不挣钱 他财运不好 又不受影响 所以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 家居风水的不财运 把整个家居风水的气运 百分之九十 集中到你的财运上来 这样的话 你的财运上升的会更加的快 力量都集中了嘛 那么财运又来了 有两个 所有的普通阶层财运只有两个 一个叫正财 一个叫偏财 正财是辛苦钱 所以家里风水布局不要不正财 谁想挣辛苦钱 对不对 所以呢 好多好多都是不财不财不的是正财 这要不好 很辛苦 辛苦 不只要辛苦 还需要透支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寿命 自己的运势来挣钱 这都不理想了 好多人呢 牺牲了健康 得来了财运 到了老年 疾病缠身 这不是我们要的人生 对不对啊 所以呢 这个正财步不得 一定要步偏财 偏财的话很简单 不辛苦还能够挣到钱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接下来我给你们讲一下家里面 步财运的几个方式 因为呢 我们是属于 割空 割空摧财 割着手机屏幕 我给你摧财运 这个力量是有限的 我呢 也不是法师 也不是活佛 我没有这个能力啊 割着手机屏幕 你听我说话 我把财运都给你催起来 谁也没有这个本事 我就简单说几个 营小财运的家庭布局 第一个 家的大门口 门口呢 是人进出的地方 你发现人只通过 我们的大门进或者出 而这个气 空气呢 只是通过窗户进和出 有没有人经常通过窗户 进和出的呢 那没有 那就变成贼了 所以这个大门口呢 第一 这个鞋柜 是经常放在大门口的 那这个鞋柜 放鞋子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事项 这个鞋子呢 鞋的尖一定要对着里面 不要对着人 所有带尖的 它都是有风水差 鞋尖对着里面 鞋柜对着外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个门口呢 一边放一个门口的 那个叫毛毯地毯 有地毯的话 下雨天 我们到了家门口 把这个脚呢 坐一坐 这个泥巴能掉下来 这个地毯的脚就非常多 第一的话 如果家里没有做公务人员的 以求财为主的 就放招财进宝 这种四个字的 那个红色的地毯 红色的地毯怎么样呢 这四个字要对着屋里面 对着屋里面 你把这个大门一打开 看到这四个字 招财进宝 财进到你家里来 而不要反过来 反过来就麻烦了 才都跑到那里去了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 如果你家的门 这个宽度是一米二 那你这个地毯要一米三 你这个地毯一定要比自己家里的门 大出来那么一点点 其实这个地毯呢 它不是防止不好的气 进入我们家里来 地毯的风水最核心的作用 是让我们家里的财气 不要流出去 那你这个地毯太小了 那这个财一流就流出去了 如果你这个地毯呢 比门要宽一点 家里这个财气 它不会流出去 又回来了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地毯呢 非常的重要 接着呢 就是进了这个大煤之后 打开 打开大煤 通过煤就能够派到你家里的房子 正对着大煤的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财运的通道 可以摆放一些皮丘 还可以摆放一个金柴 最大的错误在哪里呢 皮丘的头一定要对着外面 金柴的头一定要对着里面 皮丘呢 把钱给吸过来 金柴呢 把财吐到自己主卧室里面去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两个是这么配合用的 皮丘把财一吸 金柴呢 把财一吐 这个财呢 吐给谁呢 吐到你主卧室的方向 这是最佳的组合 最怕的是 只放一个金柴 对着眉口 那个钱呢 吐吐吐 一直吐到家没外面去 那这个钱都没有了 那么一个皮丘和一个金柴 这是最好的组合 皮丘和金柴呢 最好的是两个皮丘 两个金柴 再外加一个大葫芦 那这个钱呢 就吐到葫芦里面去 这个葫芦下面有个底 这个葫芦流到谁呢 里面去 流到你自己的命根里面去 流到你自己的命里面去 那这个情况下 就会更加的理想 所以呢 我们有这个佛叫 生财福 这个生财福呢 下面有你的名字 有你的生日 这个葫芦里面的钱 哇 怪到你的生财佛里面去 这个上面呢 是你的命 这些财入到你的命 才会起一个好的作用啊 那两个皮丘啊 两个金柴 还加一个葫芦 这叫什么 这叫皮修台 台就是电视台的台 到网上去搜皮修台 这三个字 你就能找到这么一块作品 是我亲自设计和研发的 哎 明白了吧 哎 这是呢 就是这个钱 在美股西很重要 还有一个 不传之秘 一层楼有四户人家 A户 B户 C户 和D户 我住在A户 语言自上来说 这一层楼有四户 财运应该平飞 这每一户人 飞到25%的财运 气力 对不对 平飞吗 因为天下为公 天地是最公平的 那么如果你的财运 想好一点 怎么办呢 你就要吸你邻居的财运 把你邻居的财运借过来 一加借10分 那你就25分 加30分 你的财运就变成55分了 你的财度比日多了 所有的风水 都是叫做逆天修行 本来天是公平的 平均 而你这个风水局 布了之后 你的多了 那人家的就少了 正是因为你的多 别人的少 这种财才会来 在古代呢 有个词叫剥削 高阶层 剥削低阶层 做大官的 剥削 剥削 做小官的 做官的 剥削农民 农民呢 剥削那个店户 所以说呢 风水的本质叫索取 你要不能够 规规矩矩 只做自己的财 你要把别人的财 借过来 为你所用 这才是真正的风水 那不然你这个多余的钱 从哪来的 多余的运气 从哪来的 借得别人的 所以门口的这个布局的风水 能把你邻居的钱 借到你这里来 明白了吧 然后呢 继续之后是餐厅 餐厅的话 男主人 女主人 做的位置最重要 那男主人为主 还是女主人为主 最英勉的 谁挣钱多 谁是主人 明白了吧 如果女主人挣的钱多 女主人是主人 把她挨到餐桌里面 最好的风水味 接着进去之后是客厅 客厅是家里 唯一一个最贵人的地方 客人到我家来了 你不可以把她带到 卧室谈事情 也不可以把她带到 厨房谈事情 更不能把她 抬到卫生间谈事情 只能在客厅里面坐 客厅里面那个布局 至乖重要 你说我家里只有亲戚朋友 客人不来 贵人也不来 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的亲戚朋友 兄弟 闺蜜 是你的第一贵人 是你的第一贵人 你试想一下 一旦你遇到了困难 你的亲戚朋友 兄弟 闺蜜 他们都不帮你 还有人会帮你吗 明白了吧 所以呢 不要觉得自己人不是贵人 就是普通人 对他们不够礼貌 不够重视 不够 不够尊重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亲人 家人 朋友 是人的第一贵人 他到你家里去 经常坐 所以这个客厅的风水局 一定要不好 客厅的风水局 怎么要不好的 最简单的 前面要有个靠 后面有个靠 前面有个平台 看起来很舒服 如果家里条件允许 沙发的后面 放一幅画 放一幅画 这幅画呢 非常关键 这幅画呢 不要放错了 如果你放龙 虎 鹰 马 这些生肖的话 注意 容易出问题 他是主一种凶的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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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如果你是属龙的 你挂龙 就会饭客 家里和龙饭客 就不好了 那么你挂一些 高山流水的瀑布 飞流直下 三千尺 也不行 水多 才飘 才不聚 那么我挂一些 山水 没有人 变成了 穷山恶水 出雕迷 也不行 所以背后这个画 该怎么挂了 那么多年 我也在发难 在很多年前 我和我父亲 研究了一幅 专门放在家里 最贵的 叫七星龙脉图 七星龙脉图 这个以后 我跟大家讲 七星 北斗七星 龙脉 龙脉的龙 龙脉的脉 就是风水龙脉 这个到网上 大家去搜一下 有缘分的人 有幸运的人 能够找到 有缘分身的人 还可以请到 这是一个挂 接着呢 是厨房 其实告诉你们 我只研究财 不研究官 如果你是做官之人 就不要小着 请我去给你布局 我是所有做官之人的 风水邀请 一律拒绝 这是一个 那么我们不研究官 就不说官了 就说财 财的话 家里的厨房 是家里的财库 家里的财库 这个厨房里面 它有唯一生活的地方 你发现没有 家里面 唯一生活的地方 就是厨房 除了厨房 还有什么 还有你抽烟的 那个大火机 对不对 你不抽烟 没有大火机 家里没有任何火 只有厨房有火 家里万家灯火 那个火 非常的关键 人间烟火 所以厨房 是家里的第一财库 第一财库 关于厨房的风水布局 还要缴一个小时 太多了 我们没时间 以后有机会 单独的来说 好不好 你知道厨房很重要 厨房很重要的话 首先第一步 你要做到舒适 不要 不要杂七杂八的 感觉舒适 舒逸 看起来顺眼 就能够基本上合格了 先做到这一步 好吧 第二个是卧室 卧室是指主卧室 主卧室是人休息的地方 一个人在主卧室 休息都休息不好 那就很麻烦 现在还有一个现象 最明显 很多人在主卧室 坐在床上 通过手机 微信 WhatsApp 电话 联系业务 谈生意 你躺在自己的床上 打电话 聊电话 谈生意 如果你家床的风水不好 那你这个业务就可能谈不成 本来谈好了 哇 明天交定金了 晚上你再给他打个电话 给他发个信息 你突然会发现 明天他失约了 明天他不去了 他在手机上 微信上 Facebook上 给你拒绝了 所以说这个主卧室的位置 也很重要 主卧室的风水不好 你坐在那里 躺在那里 微信 WhatsApp Facebook 手机 打电话 都很难成功 或者带来财运 主卧室的风水不绝 又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短短的几分钟 咱们讲不清楚 讲一个最简单的 第一 主卧室的床头要有靠 第二要有窗 这个窗呢 看过看出去的景色 要漂亮 不要有那种 脚啊 脚煞 露冲啊 这是不好的 这些窗外的景色 第三个呢 主卧室一般 一般呢 都有主卫生间 主卫生间的那个卧室眉 不要对着你的床头 不要对着你的床头啊 并且主卧室呢 会有一些床头的灯 床头上有一些灯 这些灯呢 不要有尖锐的这种造型 更不要有这种凉 压着头顶的这个状况 此外呢 这个主卧室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 镜子 镜子呢 也不能照着人 化妆台的镜子啊 可以对着外面啊 但是不要对着自己的床头 这么一个方式 如果你发现 你在主卧室睡觉 睡不着 睡不好 你自己掉个头睡 原来是朝头在这边 我睡不着 你反过来睡 反过来睡之后 这个气场的 完全给你逆转 你就可以可能发现 哦 我掉一个头 睡着 睡觉 一下子睡着了 一下子睡着了啊 可能有这么一个情况会发生 所以主卧室呢 它是一个氧气的一个地方 也非常的关键 那么我们家里面 催财运 烙片财 第一 门口 门口那个垫子 第二 大门口一打开 怎么样能把这一层的财运 都吸到你们家里来 我们不要那么贪心 不要都吸 平均25分 一家邻居借他个5分10分就行了 你不要借完了 你借完之后 你家发财 三家邻居破产了 都卖房子去了 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借个5分10分就可以了 这是 然后进来之后是客厅 客厅的布局很关键 亲戚朋友 闺蜜兄弟 永远是你的第一位人 要有这么一个思想和概念 厨房是我们的财库 一定要整洁 看起来舒适 最主要的是桌室 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啊 很多人在家里 通过手机 挣钱 通过手机挣钱 明白了吧 如果你在客厅里面 通过手机挣钱比较难 那你就去 主卧室 手机去联系挣钱 看行不行 主卧室 客厅 阳台 书房 或者是 很少人住的次卧室 有那么三四个地方 可供你来打电话 联系业务 你发现在哪一个地方打电话 成功率特别高 那就是说这个地方风水 忘你的偏财 那你以后每次打电话 都在这个地方打电话 打电话的时间有两个 一个是七点到九点 第二个是九点到十二点 一般的人啊 下了班回到家 都是在九点之前或者九点之后 那么你留意一下 你是九点钟之前打电话成功率高 还是九点钟以后打电话成功率高 哪个地方成功率高 你就记准了 就在那个时间段打电话 你发现我每次八点半打电话 弹一个单乘一个单 那你就记准了 每次八点半这个时间去打电话 如果你发现我每次十点钟打电话 哇 一打电话就成功了 而每次八点钟打电话 一打电话就失败了 那么你留个心意 每次就在十点钟左右打电话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方位和这个时间 和你的命格配合了 它一代成功 那你在家里打个电话 弹成个业务 挣个钱 就会非常的睡风睡水 好吧 家居风水其实挺复杂 今天呢是各着屏幕 为大家催财运 催偏财 希望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呢 能对大家的财运有所帮助 好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我也要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